所有的权力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基础上 就是明星的向背 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过去有所谓的绿白或者是蓝绿合作 都是建立在一个概念上 就是哪一种合作的模式跟公共政策的结合 能够吸引最大多数人的赞同跟支持 说穿的不论是绿白或者蓝白 其结构跟基础都是在讨好选民 反映民众的需求 汇聚成一种政策 然后呢作为下次执政争取选票之用 简单的说就是工具理性 那工具理性有一个特色就是 合则有利的时候就紧密结合 合则无利 而且呢甚至有损及根本的时候 当然是立刻拆活 所以这种所谓的政治上的合作 基本上都是随时准备翻脸的合作 用更简单的话来说 所以绿白合作本来就是一个随时准备翻脸的合作 这是政治动作政治利益嘛 相同的时候合作 有点违反的时候就翻脸嘛 科文者现在就是这样子啊 但我认为科文者做的事情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当蔡英文跟苏仁昌在过去这一个月以来 当台湾的疫情从过去的自由班变成末端班的时候 蔡英文没有讲一句话 就一次蔡英文出来开记者会 就是外面所传说跟蔡英文家族 还有他周边的人士有关的炒股 有一家叫某个这个所谓的台湾台产的这个疫苗公司股价 跌停的时候 蔡英文出来开记者会说 他跟他周边的这些政务官通通没有炒股票 信者横信不信者横信 所以本来啦 这个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个人 包括我在内 都应该以这块土地上的利益 和这块土地上的人为荣 但是说看这些政治人物 真的很难令人以他们为荣 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权利 几乎都是牺牲台湾人民的生命 台湾人民的生命像韭菜一样 拿一个刀子乱割一通 一点都不值钱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湾民众怎么看怎么想